今天的伊之角股推介是海底low662 經濟日報投資葉華組簡選原因是8月份大市呈悶局 但仍有不少藍籌股脫穎而出 主要因受到業績、憧憬業務復甦等因素推動 8月份頭五大升幅藍籌就是海底low累積升超過1.8% 其次是李宁安達美團創科 都是明顯跑逆行指同期累計跌1%的表現 反映職休股或業績好過預期的股份 股價在淡市中仍有可觀表現 海底low上半年的營轉虧 虧了2.7億人民幣 當中包括大約3億人民幣的減值損失 高盛說如果撇除減值影響 上半年錄得核心營利4,100萬人民幣 表現好過該行預期的 虧損1.2,600萬 主要因產品均價相對穩定 和員工成本大減令毛利率得到更好的控制 期內翻桌率和客單價改善 海底low上半年平均翻桌率 就是每日2.9次 略低於去年同期的3次 不過比同期客部客部的1.9次高 以及高於9毛9旗下火鍋品牌 海底low餐廳顧客人均消費 由去年同期的107.3增加到109.1人民幣 另外根據中信證券數據 海底low6月和7月份 內地門店整體翻桌率 大約是去年同期的1.2倍和1.1倍 中國大陸以外地區翻桌率也明顯上升 剔除局部疫情影響之後 可以看到各項改善措施效果顯現 將桌率向好的趨勢明顯 海底low形態上正是挑戰6月份高為19.5元 策略上有貨的話繼續可以持有 秋冬食火鍋旺季即將來到 加上6月和7月 改回台率向好趨勢明顯 股價有望回復到年初疫情前的水平 目標先看20元 這是參考大摩在業績之後給予目標價 如果沒有持貨的話 可以等候10天線大約17.31元 跌穿16元便減遲 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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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ICE